12日 泰国新增22782例中共肺炎确诊病例 创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 目前泰国累计病例达到863189例 死亡病例达到7126例 其中超过半数都是在过去28天内确诊或死亡 十多泰国民众不满政府抗议不利 连续几天上街示威 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泰国警方出动催泪弹 散交子弹和水靠车来驱散抗疫群众 警方表示在11号的抗疫活动当中抓捕了17人 其中多人确诊 同样在中南半岛 越南最近也出现疫情高峰 12号新增5025个人确诊 326人死亡 目前越南累计246568人确诊 其中超过8成是在过去28天内确诊 而在累计4813个死亡病例当中 超过9成5是在过去28天内并没 在死亡病例当中也包括一名45岁的台湾籍丁姓男子 他12号在越南平阳省病逝 这是已知个案中第四位在越南染疫死亡的台湾人 另外在菲律宾 由于Delta变种病毒蔓延至菲律宾大部分地区 菲律宾迎来第三波疫情高峰 12号一天新增12323起确诊病例 并有165元死亡 从8月6号开始 菲律宾政府已经针对人口密集的首都马尼拉地区 实施第三次严格的封城措施 直到20号为止 截至12号 菲律宾累计已经超过170万人确诊 29539人死亡 死亡人数位居东南亚地区第二高 仅次于印尼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导 祝贝着大家 谢谢大家 小偿 我来说 我来说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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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